就是跟你孩子聊天的时候 嗯 几月份禅干嘛 你们要洗礼啊 我好开朗 在意我现在吧 现在本身我身体这个状况 现在还是蛮重要的 要注意心态 其实很多人不了解我都会觉得说 哎呀你好能基础啊 一点的关锁啊好高冷的样子 实际上我挺热情的 就我要爱说话的时候真的很开朗 就有的时候就不想说话了 对这就是说 嗯不要通过外表去了解一个人 对你要看一次觉得哎呀 这个人太高冷了不好接触 这个人不怎么样了对不对 那那你接触我久了 你还会觉得我挺好的 对对就是性格比较好比较好相处 然后比如说说把人跟我做朋友那种 对绝对不会被我坑的那种 就是特别实在的 对就是你看我跟朋友之间的话 你是出去吃饭啊出去干嘛 我都比较主动 对主动买单什么的 就比心仰样嘛都比较实在的 但是呢如果说朋友之间跟我跟我 要是耍心眼什么的 靠路我坑我的话 那我也能看出来对不对 那我这样的朋友我就不交他了 对我觉得朋友之间是相互的对不对 早这样不就好了 早这样不就好了 哈哈哈 好 欢迎你啊 欢迎亲来的歌 我们大家下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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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不能老穿一件又老穿一件就你们又该说 哎呀怎么贴贴这一套衣服 没有其他衣服来的 大哥就算了 然后但是我我现在其实我衣服很多的 但是我现在不是很多衣服我穿不了 就头瘦了 然后只能选一些我可以穿的排力比较大的 因为还有三个多月三个多月就收了嘛 然后也不想去买那么多的 对不想买那么多的衣服 要不然当等我瘦完之后也瘦了之后又穿不了 还挺灵费 现在还好吧不知道之后 如果我肚子越来越大的时候会不会 对 现在这个衣服不会累到 盘域比较大的 肉业肚子还比较少 现在其实也不小了 是 是 是